台中市亚伦市事会大批爱心生活物资捐赠活动 21号来到了首逢乡 这也是亚伦市事会第一次越过中央山脉 来到了东部花莲做爱心 首逢乡长刘耀忠感谢室友们 把18000公斤的物资给了首逢乡亲 还有花莲地区弱势社团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生活大厦 可以获得满满的温暖 台中市亚伦市事会每年都会举办三次生活物资捐赠 关怀弱势家庭以及社福团体 师兄师姐在会长启国华的带领之下 21号则是将活动现场开拔到寿风箱 并且带来包括白米、沙拉油、酱油、面条 等将近有18000公斤的生活物资 分送给寿风箱弱势家庭 以及花莲地区的弱势社团 这也是亚伦市事会第一次越过中央山脉 来到东部的花莲做爱心 因为母娘的歧视 我们第一次来花东做这一种大型的社会服务 我们总共捐资了13000斤的白米 还有540罐的沙拉油 以及泡面还有饼干 及其他所有的民生用品 总共两台15吨的大卡车 来到寿风箱这个地方 关怀所有的低收入户 与关怀户还有一些弱势团体 受风箱所同仁以及各村村长也协助物资的发送 乡长刘耀宗感谢师友们汇集爱心 在疫情影响生活的当下给予最大的温暖 我们会长感谢台中亚人士指会 把这个将近18000公斤的物资来给我们关怀 我们收入的乡亲 我们再次感谢士指会 乡亲最需要的时候 把这个宝贵的资源 给我们乡亲以及发动地区的弱势的社团 将这份的善言带到我们的寿风 活动中乡长刘耀宗以及各社府团体 也致赠感谢状给台中市亚伦狮子会 刘耀宗表示 人口逐步高龄化的寿风箱 是需要更多资源挹注以及大家的关爱 感谢台中市亚伦狮子会的一举 让民众感受到满满的温暖 记者刘明胜 收封箱采访报道